为了舒缓秀林乡亲在疫情期间经济生活压力 秀林乡公所1月15号到1月16号两天 在秀林乡各村发放振兴消费礼金 乡长王玫瑰特别在发放期间也到现场来关心发放的状况 秀林乡公所1月15号到1月16号两天在秀林乡各村发放振兴消费礼金 乡长王玫瑰特别在发放期间也到现场来关心发放的状况 至于乡亲都直接反映 因此去年在代表会的支持之下 秀林乡公所为了舒缓疫情影响经济生活的乡亲 并且在1月14日1月15号和16号两天发放振兴消费礼金 关于这次发放消费礼金主要是反映民意的需求 那我们在去年代表会定期会支持之下 通过在今天明天两天进行消费礼金的发放 那我们这次消费礼金的发放人数是16,259人 那发放的总金额是4,877万7千元振 那我们这次的那个会在今明两天发放 那今天是在北区五个村 明天是在南区四个村 那我们同时在就是在我们的15个地方 发放我们的消费礼金 因应中央的防疫升级的防疫措施 我们就是要求我们的乡民都要全程佩戴口罩 以及做好我们的防疫措施 那我们希望真的这次的那个消费礼金的发放 我们除了就是说能够减缓我们旭林乡亲 经济上的压力之外呢 同时希望能够提升我们部落产业的 经济产业的一个消费力 那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我们各位乡亲 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的防疫措施 因为现在新的病种病毒又开始清洗台湾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好我们的防疫措施 清洗手戴口罩 那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家园 我们自己家庭里面内外 我们大概就是一个礼拜我们一定要进行消毒 一定要进行消毒 我们做好防疫措施 我们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家园 清洗手戴口罩已经发放总人数有16,259人 金额总计是4,877,000元 分别在全乡的9个村15个处发放 无法在15号16号两天的领取者 并且在乡公所上班时间被托所需的资料到本乡图书馆领取 必须在今年度的5月2号以前务必前来领取 预始将会上市享有的这份福利 另外因应中央疫情防疫升级 前往发放现场领取消费金领进的乡亲 必须全程戴上口罩 做好消毒的工作 并且全程配合现场留言的指示 期盼生性领进在疏结乡亲经济压力的同时 能够刺激向内消费力 更能够提升原乡部落产业的发展 记得请订阅我的老